第1446集,免费试试 在樱花宗宗主的那堂里,樱木真子贵妇在宗主的面前,准备承受对方的暴怒,因为就在刚才他告诉宗主他并不想继承宗主的位置,也不想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进行所谓的传宗活动。 真子,是不是我平时太宠你了,让你以为你可以怀疑我的命令了? 宗主,我只想效忠樱花宗,并没有其他的想法,我不想成为众人眼中的继承人。 现在有很多同门已经开始嫉妒我了,我想和他们和平相处,但是他们都在排斥我,就是因为我是宗主的继承人。 听到真子这么说,宗主的情绪缓和了一些。 正是因为这样,你才要成为宗主。 你放心,这样的局面不会很久了,我很快就会把宗主的位置传给你。 宗主啊! 樱木真子一惊,抬头看向宗主,因为他知道,在历代宗主中只有宗主死亡后,继承人才可以继承宗主之位。 没有说半路退休的。 你不用多说,我前天刚刚去看过医生了,他们说我的病有加重的趋势,再难挨过这个冬天了。 可是宗主,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 我知道,所以这也是我想尽快为你安排传宗的事情,只有经历了传宗,你才能有最终的资格继承宗主,明白吗? 我的时间不多了,樱花宗的很多人都知道,我担心一旦不能让你顺利继位,会引起自相残杀,到那个时候将是樱花宗的浩劫啊。 听到这里,樱花宗子埋头哭泣,断断续续地说道, 宗主,我担心我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到樱花宗,要让樱花宗葬送在我手里,我将白死莫属。 你放心,人都是慢慢锻炼的,我也是在像你这么大年纪时被选中作为宗主的继承人的,这几十年不也慢慢过来了吗? 宗主抚摸着樱花宗子的头发,慈想地说道, 事业,莫小于依旧是被关押在地下室里,不知道外面是黑夜还是白天,反正困了就睡,睡醒了就吃。 只不过,他一刻也没有放弃逃走的机会,但是他试了无数次,像是在唐州医院那样可以脱皮的能力,居然没有了,这让他非常的沮丧。 最后一个希望也破灭了,现在只能是寄希望于这些人安排自己能出去的时候找机会了。 大首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走了进来,看着困倦的莫小于问道, 这安排得怎么样了? 喂,你最好是把我弄出去,别在这儿待着,我都不知道黑夜白天我生物中都紊乱了, 怎么才能做好你说的事儿,太难了吧。 莫小于,你来日本是为了什么事儿,这上面的资料都是真的吗? 大首领万尤要蹲在莫小于旁边问道, 当然了,这里是莫小于带着锁链所能达到的极限, 他是知道莫小于的身手的,所以不想离得太近,以免给他机会袭击自己。 哎哟,查得还挺详细啊,怎么,你们找个种马还要这么仔细地调查? 哎,我合格吗?你要不要先试试啊? 有的是人让你试,不过不是我啊。 说,来日本干什么?找池田之鹰啊,怎么,你不是受他的指示才到酒店杀我的吗? 但是呢,一看到我这个样子,就心生邪念想着弄回去自己玩。 哎哟,你们可真比男人还算啊,这我知道,人之常行嘛。 他是山口祖的人,你是个学艺术的学生,你找他干嘛呀? 莫小于眼珠子一转。 你真的不知道? 不知道。 所以我很好奇一个小小的画家怎么就能让山口祖的大小姐买凶杀人,这才是我好奇的地方。 嘿嘿,想知道,想知道把我手松开,我又跑不了,锁住脚就行了。 啊,你现在连手都给我锁住,做事很不方便的啊,你想想,待会儿要是抚摸啥的,这铁家我碰到身上多凉啊,哪还有什么激情啊。 莫小于提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。 大首领看着莫小于摆摆手,示意人过来给莫小于解开双手的锁链。 说吧,其实呢,赤连之勇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狠,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在街上遇到的,那个时候呢我在街上给人画画,他也让我画了一幅,但是画得太好了,当时候呢我也看上了这个日本妞了,想着要是能一清方泽就好了。 你也知道,这都是露水情缘的事,我就极力劝说他,我可以画一幅留住青春的画。 莫小于一边编,一边看着大首领的脸色,发现没有怀疑的意思,于是继续编下去。 哎,你懂吧,啊,留住青春的画,在我三寸不烂之舌的劝说下,他居然同意了,所以呢,我就和他一起去了酒店。 哎,结果在作画的过程当中啊,哎,我们俩就那个那个了,我们在一起呢,待了差不多十多天,没事呢,就画画,哎,然后就那个那个,后来呢,他就回国了,但是后来给我打电话说他怀孕了,你说我是孩子才爹啊,我能不过来看看吗?哎,结果就遇到你了。 莫小于真真假假的说道,你没有骗我,池田之鹰怀孕了,还是你的种? 货真价实啊,不信你可以去问他。 他心想,这奶奶的池田之鹰,你无情别怪老子无义,你害的老子不得不在这儿当种马,老子也不会让你好过。 最为关键的是,如果这个仁者杀手去找池田之鹰,敲诈也好,其他什么企图也罢,只要是这个女仁者说出这件事来,那么池田之鹰就一定会知道他莫小于没死呢。 你如果敢欺骗我,那我就免费让你试试。 莫小于截断他的话头说道。 莫小于截断他的话头说道。